刚刚划过一道闪电 大家有看到什么吗 那是球哥闪亮登场啦 大家好 这里是爱好数据分析 又独奶的球哥 喜欢球哥的记得点点订阅哦 近日 黄蜂做客老鹰主场 虽然黄蜂禁忌的状态下滑 遭遇了三连败 不过其中两场都是西败 团队内部调整的也算快 此前西败老鹰 黄蜂对内众人齐心有望 本场完成复仇之战 但计划赶不上变化 普拉姆利 麦克丹尼尔斯 鲍尔·罗切尔均触发了健康安全协议 按照规定将会缺席几场比赛 核心球员的缺阵 对于黄蜂来说 无疑是雪上加霜 而老鹰队则阵容齐整 虽然上场惜败七六人 但球队上下心气为之 此番之战 众人更加看好老鹰双杀黄蜂 希望越大落差越大 比赛的进程和结果 令很多人感到意外 残症的黄蜂压着老鹰打了四截 除了第一截和第三截两队打平 第二截和第四截黄蜂在场面上 一点都不占下风 第二截赢了七分 第四截输了四分 最终黄蜂130比127 付出老鹰 看完比赛只能说老鹰实在是不走运 本场比赛遇到了状态神勇的乌布雷和布里奇斯 在勇士队效力时期 就被球迷称为神一场鬼多场的乌布雷 此意进入到了神的状态 首发出战17投11中 其中3分球10中6 贡献了28分3个篮板 两次助攻和一次强断 非常高效 虽说拿了这样的好数据 并且本赛季在黄蜂的作用 大家有目共睹 但大部分球迷对乌布雷的印象 更多的还是停留在上赛季的勇士 从某些方面来说 他也算是个有点神奇的球员 凯利乌布雷作为一个首轮第15顺位的球员 相较于新秀赛季 在奇才的不如意 加盟太阳队之后 他的进步几乎是肉眼可见 2018G19赛季 他场均可以拿到16.9分 4.9篮板 到了第二年已经上涨到18.7分 6.4篮板 当时他身上的潜力被不少人看重 加上帅气的外表 被不少球迷所喜欢 成为了又帅又能打的名词 但好景不长 随着太阳为了得到保罗 乌布雷惨遭抛弃 而那会儿勇士队失去了 克莱·汤姆森 这位二当家 使队伍攻防两端竞争力下架 毕竟 克莱的进攻和防守都是球队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管理层作为团队运作的专业人员 为了不浪费库里巅峰的时间 自然找到了先行对策 他们牵下的乌布雷 一个既有面值又有实力的小前锋 他曾经在比赛中和格林打了一架 现在成为队友的机会 应该是微教着和你相遇 忘记敌意 他的到来 必然会使勇士队前线充满激情和活力 并使勇士队继续保持其战斗力量 然而我们也看到了结果 2020年12月23日 乌布雷迎来了勇士队的首秀 首场比赛他只得到6分 投篮14中3 但是一场比赛也并不能说明什么 12月26日 乌布雷在对战雄鹿的比赛中 10中1拿到3分 12月28日 乌布雷16中3得到8分 他的前三场比赛 没有投进一个三分球 到了1月1日 他总算扔进去一个三分 四场比赛3分21中1 是NBA历史上 四场比赛出手20次3分 命中率最低的 之后他的表现也是惨不忍睹 命中率低得令人发指 整个赛继下来 场均15.4分 比起太阳时期有所下降 同时经常出现的失误和上头 让乌布雷在勇士的阵容里 显得格格不入 他的乱刀打法并不能 很好的兼容勇士队 完善的攻防体系 有趣的是 往往球队打得好 他自己却陷入低迷 然而在个人打出勇敢的表现后 球队莫名其妙地输了 个人实力无法与球队接轨 完全脱轨 有利于体系之外 这一勇士队签下他的初衷 背道而驰 随着球队封线实力的下降 需要的是一个真正能够在攻防两端 提供稳定输出的球员 而不仅仅是一个能够紧上天话的帮手 果然勇士队没有在2021赛季 休赛期与乌布雷续约 而是让他找到了自己喜欢的球队 乌布雷也不负众望 他以两年2500万美元的合同 加盟黄蜂队 成为乔丹手下的替补黑帮 不是他弱 而是他和勇士队真的不合适 所以分道扬镳是最体面的选择 双方都很好 谁也不会耽误谁 俗话说 树欲死人欲活 乌布雷也用自己的行动完美诠释了这句话的真体 乌布雷本赛季六次单场25分 八次单场20分 近期状态的火热 让他连着六场砍下了至少18分 他在黄蜂打替补的表现 比赛勇士打先发要好太多了 他本赛季的投篮和三分的命中率 分别为46.1%和38.9% 他的三分球命中率是联盟水准线以上一大截 而上赛季赞勇士三分球命中率仅为32% 距离水准线35%都还差三个百分点 此前 黄蜂队和灰熊队的比赛中 乌布雷全场出战31分钟 实际都13中 三分球九投七中 砍下37分 五篮板 得分创下赛季新高 他的征服值也是全场最高的20分 此外 他还创造了一项新的记录 七季以三分 凭了自己的职业生涯记录 他在替补西涛的37分 也创造了黄蜂队历史上的新记录 的确 作为替补球员 乌布雷的乱刀打法 可以帮助黄蜂队决球员 打出高质量的表现 而混乱战也是他非常擅长的地方 在赛后的采访中 乌布雷谈到了今晚的自己 永远要任性 永远要做好准备 我只是尽力帮助球队赢球 赢球是唯一的目标 赛季初 他还说黄蜂是他去过的最好的球队 所以他能打好也就不足为奇了 离开了不适合自己成长的勇士队之后 乌布雷真正的解放了自己 把自己擅长的乱刀 发挥到了替补球队中 并且这个赛季的表现超越太阳时期 如果他能够保持稳定目前的表现 并且帮助黄蜂进入季物赛 那他很有机会成为新赛季地主人 现在的乌布雷只有25岁 当初入选第一轮事务顺位也是实实 而且他的天赋比普通球员还要好 未来能走的路还很长 所以他的未来还是有很大的可能性的 当然前提是能改掉神一场鬼多场的特性 以上就是本期球学家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球哥的影片 就请点点订阅 要想看球不糊涂 订阅球哥不含糊